当播澳门市民日报澳门 2022年8月19日 司警劝回三女免贷卖猪仔骗局 接报有人昨日登基赴柬埔寨火速联系 事主中府口徒生 司警作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 近期接获三宗疑似高薪 有骗澳门居民前往东南亚赌场工作案件 共涉意男三女 目的地为老窝和柬埔寨 五人都被介绍到赌场工作 月薪为五千美元 有关案件仍在追查中 未有涉案人士被拘 暂时未知该三宗个案件 是否同一诈骗集团所为 男子尚月去老窝赌场任职现脱险 司警发言人李汉尼公报指 手中案件为一名女子 在本月四日报案 称其第今年7月中经朋友 介绍前往老窝赌场任公关 月薪五千美元 在在本月初其第已经离开老窝 目前身处东南亚其他国家 处境安全 李汉尼又说到 前日又有一名男子报案声称 去年一月经同事介绍前往东南亚工作 但他未有应聘 至近日留意到相关新闻 怀疑被骗 谁向司警举报 另外今个月16日 一名女子报案称其朋友 原定昨日上午前往柬埔寨工作 他怀疑多 卖猪仔骗局 司警根据资料接触到该名女士 并成功游说她留澳 司警再通过该名女士 获知另有一对姐妹同样计划于 昨日离澳到柬埔寨工作 警方即联络该对姐妹 亦成功游说两人留澳母去到 李汉尼指 司警立案的五人 分别有二人曾任职赌场 一人曾为民员 五人中三人处无业状态 传媒提问曾父老窩的男子 怎样离开当地 家人有否支付属金 目前身处哪里 有没有受伤等信息 李汉尼回应指 该男子仍身处东南亚某国 有同家人保持沟通 处境安全 因案件正在调查 司警不便透露太多资讯 若该男子返澳 会向其进一步了解案件详情 去又表示 目前司警已经联合 内地省公安厅启动通报机制 实行联防联控 跟进有关案件 警御市民慎防骗局 预怀而需报案 司警犯贩卖人口罪案 调查科刑事偵查员吴建乐清 诈骗集团的目标对象 为博彩虫业员 求职人士 和失业人士 受害人通过网站 社家媒体 亲友或他人介绍 得适 可到设有娱乐场所的东南亚地区 如柬埔寨 老窝等地从事高薪工作 犯罪分子通过免费食宿或机票 吸引受害人到当地视察工作环境 之后威逼利有逼使受害人 参与电话诈骗等犯罪活动 如有不从侧租禁固独打 若离开需支付高额金钱 部分情节不排除涉贩卖人口 司警提醒市民 需保持警觉 设物尽讯不法分子 声称的身份和内容 涉及提供个人资料时 更应加配警惕 透过可靠渠道 核实有关外地环境的资讯 旅游警示 当地实行的雇员法律 工作内容性质 应聘的手续程序 招聘机构的背景 同顾主身份的真偽 司警呼吁 未经清楚了解状况前 市民设物贸然前往外地 如遇到怀疑贩卖人口 诈骗或其他犯罪时 需立即致电司警局报案 热线993或28557777求助 电话号码是28557777